如果我今天要換一個方法 比如說我把查詢鍵面按Ctrl鍵 說大家這邊改成用另外一個 比如說蠻常用到用Vlookup 這個我想查詢的話用這個好像機會會比lookup來的大很多 那假如說我今天需要用Vlookup來做的話 那一樣的方法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把這邊把它重新再查過 但是我用的方法是Vlookup的話 該怎麼做 一樣嘛 有不要放在姓名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插入函數 你把那個檢視與參照移動到最下面 會有個Vlook函數 那它這個問題剛剛是有三個 不過現在Vlook函數它會有四個問題 那這四個問題反正你就分別回答就好了 其實你也不用這個死倍 大概就是這樣 基本流程是第一個你要lookup的Value 就是你要查什麼 那一定是查這個編號 OK 所以你就把這個編號給它 第二個的話是tablearray 這邊要特別注意 tablearray指的就是說什麼 這邊有個lookup 那我要查什麼 查這個總表 那總表的話特別注意 是不包括編號以下的這個範圍的資料 這個就是一個總表 要把這個總表放到這個tablearray裡面 不過你那個選取的方式 當然不過以前的方法這樣 切到lookup之後 它會幫你在前面加上一個工作號名稱 在選取這個範圍 A2到19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tablearray 不過同樣的 你會想說 不過這邊好像多了一個什麼 多選了一次 這個把它拿掉 那不過一樣的方式你想說 老師那剛剛那個 是不是tablearray是不是也可以用一個名稱來代替 而不是用選取 因為如果你將來這個範圍 你可能放在不知道哪一個工作表 你每次要找半天 那以後 如果可以用F3按下去 它自動跳出一個清淡 你用選的當然會比較快 所以呢 我建議 如果你要用V6凡數之前 先取笑一下 乾脆把這個lookup怎麼樣 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乾脆把這個範圍怎麼樣 也叫做lookup 這個範圍呢 以後就叫lookup好了 OK好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再插入函數一次 然後檢視雨傘照最下面 這個 查這個 對照表 F3 就是lookup 就剛剛那個 再來的話呢 特別注意 這個 第三個 第三個是什麼呢 color index 那什麼叫color index 這個指的就是說 如果你查的話 Vlookup的特性是這樣子 他要查的 一定在第一欄 也就是說 查詢一定在第一欄 所以這個001 他會幫你查 查到了 那接下來的color index 就是說 你要帶回來的資料 他有點像找到對不對 比如說在 第一個位置 那你要帶回來的是第幾欄 column Col是column 所以一定是第二欄以後的 所以如果說今天我要把姓名帶回來的話 那這邊輸入2 OK好就完成 好 再來的話呢 這個range lookup指的就是說你要比對邏輯啦 如果是0的話 是一定要找一模一樣的 比如說你輸入001 就要有001 好 那如果說你輸入1的話 就是找接近的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你這邊最多到008 可是呢 你卻輸入009的話 那 假如你這個數字是0的話 它就會是什麼呢 就會出現那個na 因為它這個方式是最嚴謹的 就是要一模一樣的 如果找不到 那就顯示找不到 可是呢 如果你是輸入1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會幫你找最接近的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009 它會去找008 OK好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做test 比如說這邊的話呢 假如說我今天呢 用00 先用那個用0好了 這個 這個剛剛跳掉了 這個剛剛跳掉了 這個剛剛跳掉了